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旗星位 白的也是星 小木 白旗二连星在这个阿尔法围区的自战对局里面出现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样的布局 黑旗这样的星小木呢 在这个之前 前二十局当中有一盘黑旗是走成了小零流 白旗挂脚的时候 黑旗独特的二间低甲 然后白旗飞这个 清零的飞 这个如果看到前面的对局的观众朋友可能还会有印象 这一盘呢 黑旗是挂脚 阿尔法也在尝试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布局 挂完脚之后黑旗连在这里 这个比中国流过来一路 这也是 这也是最近一个时期 人类骑手当中采用的比较多的一个下法 那么白旗好 这个 点33 阿尔法又来了 其实这个时候感觉上挂挂脚也没什么不好 黑旗比如说硬的话呢 白旗在这一带加工 这样也是一盘旗 点33 这个是阿尔法维奇喜欢的 黑旗挡这边 强调这边的发展性 白的爬 这个时候黑旗选择了非常简明的半 长 最普通的一个下法 白旗马上把这个爬掉 马上就爬掉 不爬呢 也许担心黑旗拐下去 白旗比方说 沾个大肠 黑旗拐下去 就逼得白旗不得不搬毡 因为这个斑毡是 斑毡这个是阿尔法维奇从来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斑毡完了之后 黑旗外边就非常的厚 这个二路斑毡 帮黑旗走厚了 帮黑旗围这边控 这他是不肯 但是他不怎么介意爬二路 多爬一个两个的他都无所谓 这样一通爬 一通爬呢 在以前我们就说 我们人类其手的这个概念里面 一开局的时候就 光光光爬那么多二路 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的道理 因为黑旗这个外事 形成得非常早 对于全局呢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阿尔法他无所谓 他可能也不怎么当你这个外事 是一回事 小飞这个是 也是阿尔法维奇喜欢的 这一类的局面 他不太喜欢 拆在边上 而总是喜欢小飞手脚 尖冲也是 对方小飞手脚 那么我就尖冲一下 这个是在很多盘 他的自战对局里面 都出现过的一个场面 而且尖冲的时候 大部分 大部分场 时候 白旗总是贴这个 他不太愿意爬 也许爬的话 黑旗 借个吊子 跳一跳 将来虎下来呢 虎下来还是 很有力的一个旗形 如果总是在下边走 走得太多的话呢 不知道黑旗是轻盈的飞 或者是接住 总之黑旗在上边走 对整个中腹是有影响力的 贴在这 下一步你要再走 他就脱先了 好 那么黑旗跳起 扩张这一带的模样 白的刺一下 白的刺 黑的如果接住呢 白旗刺到一下 应该说总好 刺到一下之后 将来再想办法怎么 削这块黑旗的这个潜力的时候 破黑旗这块空的时候 这多一个字 对白旗来说 总是没什么坏处 总好 黑的这时候呢 不肯轻易的沾上 他反击了 反击意识是 很强的 在很多对局里面都显示出来 什么地方 对方要占为一点点便宜 能反击的地方 他都是 都是会选择反击 走在这里 走在这儿 白旗一来呢 这个断也没有太大意思 如果断 黑旗就见过 现在显然不能冲断 这里靠死了 那么 白的如果跳出来的话呢 黑旗就顺手一例 这一例把这个冲断的味道 彻底补掉 那么 同时还瞄着跳进去 白旗的脚还有问题 白的如果跟着硬的话呢 别的就简单 外边走一走 白旗走出一块 很快沽起来 负担蛮重的 而黑旗这边的空呢 也是围得很实在 这样下白旗很无趣 很无趣很无聊 那么白的也不太可能往下钻 往下钻的话 黑的就现在再接上 这点一下明显把白旗走得很重 这搞不好死掉的可能性 都是有的 把白旗走中 白旗本来点一个很灵活的 这个子 气掉根本无所谓 但是这来了一下 白旗死掉就损失惨重 所以黑旗这一反制 好奇 我们正在觉得 白的不好办的时候 白旗下边的招法也是非常有意思 白旗反肩冲 当黑旗反击的时候 白旗来了个反肩冲 这个 这还是多多少少有点 出人意料的感觉 这个子刚点的 一般的说 一般我们的感觉 点黑旗接上 白旗轻了 但是黑的反击在外边 白旗居然也轻了 这个思路是够灵活的 所以这个呢 黑旗当然贴 断开这两个子 白旗就轻定地跳一跳 当黑旗长的时候 白旗就脱线了 这一般的感觉 白旗这样好像 没什么便宜的道理 没有便宜的道理 这个子就这么 就这么送进去了 总觉得挺亏的 但是 这旗后来 我们从后来的进程 就可以看到 后来走着走着 它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就 就亏 反正白旗这个下法 至少是 至少是没有线 没有 和我们断或者尖 这种参考图相比 白旗没有 在一个被动的地方 就陷进去 拔不出来 白的还是很清明的 先手 简单包扎一下 就转身离去 还是挺灵活的 然后走下面 黑的如果手脚的话 白旗在这一带拆 限制黑旗下边的发展 那么黑的 这个应该叫一间高架 总之是要进攻这个白旗 白的当然不能这么逃 如果这样逃 黑旗再挑 那被加工一下 白旗走重 所以转身 转身拖到脚上来 黑的当然也 长是不肯的 长的话 白旗这脚活得太舒服 太大 一定要搬住 那么白旗当然是扭断 黑旗 黑旗局部的话呢 这两个子 无论吃到哪一个白旗 都是可以满意的 如果抛开这两个子 不看 定式的下法 如果不看这两个子 定式的下法 是黑旗这么大 再翻打出来 再接住 但现在如果这样下 毫无疑问 白旗是 白旗是不错的 白旗靠一靠 或者就简单建一个 在这轻松活一块 外边还要出头 所以黑旗呢 是这样的 白的要立 黑旗再翻打 再接住 由于有这个子的存在 如果没有这样的子的话呢 白旗一拐打再一拐 黑旗就不行了 压先手 黑的爬的时候搬死了 但是由于有这两个子的存在 白旗这个下法是不成立 黑的一拐 掰的半的时候 黑旗呢 肩过 肩顶度过 白旗不行 白旗施战也并没有选择什么 并没有选择什么 靠一靠 瞄着打了拐之类的 或者是拐打完再靠 这一类在这里 跟黑旗纠缠的下法 白旗并没有这样选择 白旗相当简单的 就把这个脚吃掉 吃掉 实实在在地拿住脚地 而黑旗呢 先手 得到一个先手 跳起 还是要谋划着中腹 这白旗很扎实地吃到这个脚之后 这地方有一些鱼味 点在这里 局部黑旗 硬起来有点难受 不能冲正 冲被白旗反冲 你断不了 断被断打 那这旗行被冲过来 黑旗裂 当然也不能冲这个 明显留下 留下这个冲的问题 如果这样吃的话呢 把白旗将来 断发 下发比较多 压一压 拐一拐 这还有种种先手 渡过的鱼味 所以这残留一些借用 黑旗搬在下面 搬在下面也没彻底走好 白旗要尝受 可以尝的 这地方 白旗这留下种种鱼味 然后呢 脱鲜了 中间漂浮一个 因为这些紫 毕竟很弱 如果被黑旗 进攻过来的话呢 白的也是 看上去挺苦的 瞬间漂一个 削一削黑旗中斧的潜力 黑的呢 飞 这边 这边味道不太好 白旗打入什么的 黑旗都挺薄的 黑旗把自己补强一些 然后远远的瞄着 白旗这两个字 有点薄 外的立下 这地方是这样 黑旗先立下 白旗挡住之后 黑旗再飞这个 飞 飞了之后 白旗还是没完没了 它还要来跟你纠缠 搬在这 这黑旗也是蛮头疼的 如果断吃的话呢 白旗也跑 吃显然被断打 如果你接住的话 白的这一横冲 这一横冲 或者是 这尝出来 这个 有种种的 再横冲 冲过去 黑旗挡不住 它有种种的借用 白旗先试试黑旗应手 问问你走哪 那么如果这样打的话呢 这明显也有一个冲过来 然后再断打 给你打结 你如果接上这边冲过去 所以黑旗是冲在这 冲在这 这地方暂时没什么大事 白的如果冲这个的话 黑旗就断打 在下边活呢 白旗总是可以活的 下边价值小 白旗留下这个痴 连回 上边这几个子 就彻底清了 之后白旗脱线 尖底 黑的能冲 把这个子冲下来 也是有一定价值 冲下来这个子 实际上也是在威胁这两个 否则的话 白旗沾也好 或者是 沾也好 或者是 往下走一走 也在加强这两个子 冲 冲了之后 白旗这个子 除了断之外 也没有其他借用 所以白旗断一下 问黑旗应手 黑旗呢 跳在二楼 跳在二楼 就确保白旗这个 斑沾是后手 你如果跳在这的话 将来指不定 被白旗先手斑沾了 这个木树相差 有四木旗 跳在二楼 把木树拿住 白旗断一个问应手 黑旗如果印在上面呢 显然下边是 下边残留一些 残留一些味道 白旗可能从这边来借用 跳在下边 那么 那么你印在右边的话 白旗就会从左边去借用 所以它当初这个弃子 它也不是白白的送死 它这么一段 然后掉在这儿 这两个字总还是有一些余味 留下一些味道 黑旗中复走过来 中复走过来是为了这个尝出来做准备 如果现在直接尝出来的话呢 黑旗觉得可能离家有点远 可能会有点被动 先震一下 下一步这震过来 白旗就都进去 所以白旗得跳出 轻飘飘的就飘走了 黑旗再长 白的尖顶 好 这一尖顶 这两个字体现出用出来 往下拐 贴 这时候黑旗如果阻度的话 搬是不能搬的 搬背一搬的话 黑旗气太紧 如果黑旗立呢 白旗这里有跳出来的味道 即便是白旗就这么虎一虎 黑的也是不舒服 再并在这里也是先手 这有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白旗这两个先手走完之后 白的变强了 将来有贴贴回来 黑的反而被 卷进来 所以 黑旗跳在上面 补住 补住之后呢 白的这里多了一个度过 白旗无形当中就变强了 在这边 白旗可以主动一点 这回过头来看 当初白旗这个弃子 我们简单手割一下的话 白的在里面死了三颗子 而黑旗拿掉三个的话 如果我们一人拿掉三个 黑旗这样唯一块空 当然效率确实不错 效率确实不错 但是呢 白的也可以接受 因为黑的毕竟在自己后世上 这么挑了一个 所以当初白旗这个反肩冲 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亏 至少它是 在面对难以处理的局面的时候 面对难题的时候 它一个清零的转身 它 避免陷入 那个 至少是避免陷入了 麻烦的泥潭里面 好 那么白旗这里有渡过 这三个子强了 可以开始 反攻黑旗了 黑的呢 单关逃出来也很无趣的 单关逃出来相当无趣 白旗就飞一飞 这个白旗都连上了 黑旗要拼命走单关 所以黑旗反击 白旗是飞 如果硬挡的话呢 这地方 这种靠断的味道 可能白的有点 断挡完挡了 跳进去 把白旗担心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味道 虽然外边有加持 但是白的还是有点不舒服 如果你立下去 黑旗补了这个 这要长出来 如果你加持呢 黑旗就挤过 这实地得到很多 白旗弹的话呢 黑旗比方说就立 扳过 这样的话 虽然外边几个子死 但是黑旗实实在在 把脚地拿掉 黑的看上去 也还是可以 所以白旗没有硬挡 而是灵活一点 退不飞 黑旗呢 不依不饶 靠下来 白旗冲 黑的夹 这个手段依然还是存在 白的冲的话 打完挡了之后 跳到脚上去 这个 白旗觉得还是 被黑旗 跳到脚上去 还是很麻烦 所以呢 二路一半 很灵活的 二路一半 黑旗断打肯定不行 断打白得一沾 吃这个被白旗连上 黑旗是 活个小脚 这边全死光了 打这个呢 白旗拐在这味道 比断在这好多了 黑的如果冲的话呢 白旗就 就胡打一下 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能再冲 再冲进去被断死 拐的话 搬住 滚包 吃个滚包 所以白旗是反搬住 好 黑旗往下边断不好 断打这个也没什么意义 下一招黑旗走得也很有意思 点在这 点在这是一部 挺有想法的起 这里要搬过 如果你 长 那么我再断 再冲进去 这旗 没有这两个的话 白旗可以 可以挡住 跳了一下 你挡不住 你断的话 黑旗拐线手 拐线手 这样再贴过来 贴或者是拐这个 这样把白旗卷进去 二路一点 很妙的感觉 白旗把毛病补补干净 黑旗扳过 黑的算是破了白旗的脚地 而且呢 自己也寻求到了眼位 这地方黑的处理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白的度过 那么黑旗这块活了 既然黑的黄了的话 提这个价值就不大 这边被白旗围一手的话 会很大 所以黑旗破空 就这么简单的点一下 然后拆二 白旗 这已经渡过 所以沾完跳是先说便宜 补活 分段黑旗 还是要进攻这三个子 这三个子是黑旗现在圈局最薄的地方 接住 做眼 点一个 缩小黑旗的眼位 接上 白旗一边进攻黑旗那一边给自己收出一点木树 这地方涨了 这地方涨了几木旗 黑的往中间去寻求扩大眼位 贴回来 有了这个子 黑旗要往外贴 往这贴回了 所以呢 白旗 可以挡一步 黑旗之后呢 不失时机的加一个 问问白旗应手 在这个 制孤做活的时候 这这一类的手段也是 也是 我们需要掌握 也说值得我们学习 白旗当然 很想立下去 这立下去木树 先吃进来 那立的话呢 黑的 贴这个是先手 这一段 白旗要补 那么黑旗就轻松活旗了 黑旗 有了这个子 黑旗的眼位就很 就很容易做 很丰富 而白旗呢 实在不想让黑旗那么简单的就活 所以呢 沾上 那么这一加 黑的已经木树上得到很多 本来你搬的话 白旗是退在这 加在这里 将来坐眼的时候 一度过 这要坐眼 白旗多半还得打 那木树上黑旗 先便宜 这这个 这一加构很 你要来攻我 我反而 这块如果黑旗是活旗的话 它是绝对加不进来的 加倍利死 它就是利用白旗要进攻 它不想让它坐眼的时候 加一下 这个实际把握得非常好 加是颇眼的要点 度 你要来攻我的时候 我反而趁机 把木树便宜了 这个够厉害的 黑旗顶 刺一下 做眼 冲 黑旗如果团的话 白旗这一段 这一段 然后再一击打 黑旗这眼形就难受 残留这个段的手段 黑旗横顶 把他跳一个 黑旗做活 白旗通过这进攻 这多两个子的话 对中复总好 对这块也有一定的威胁 之后呢 白旗看到 现在要这么来杀黑旗 应该还不是时候 黑旗 黑旗走过来 再重复做一个眼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来杀黑旗不是时候 所以呢 他 若急若离的 走在这里 反正黑旗这块是没活干净 白旗急攻可能效果不太好 但是呢 他就让黑旗自己去补 黑的也挺难过 走在这 瞄着这一袋薄 这边呢 还有个冲过来的手段 这个 黑的这两个子 如果被白旗吃下来 价值也是不小 那么 又要照顾这两个子 又要照顾这块 黑的负担就变重了 那个钻 钻的也是要补活 补活这块大龙的意思 那么白旗冲 冲一个是点在这的一个后续手段 黑的不能挡了 挡的话被白旗这一冲 黑旗就 整个漏了 崩溃 打这个被沾 显然断点太多 打这个被沾这个的话 A B 2点 白旗必得起 黑旗不行 看所以有的时候去正面 急弓 可能反而凑黑旗做活 往旁边来 旁边这个声东击西 反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就冲过来 黑旗不能冲 只能虎 白旗冲过来 这白的已经有收获 已经有所收获 好 那么棋局进行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精彩的招法 值得我们回味 比如说右上角 白旗 白旗在黑旗反击之后 白旗亲临的就反肩冲的处理 以及白旗在进攻黑旗的时候的一种策略 还有黑旗借着你进攻我 我反而占你幕术上的便宜 这些实际的把握 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好 我们继续看中盘的战斗 好 我们继续看中盘的战斗 把一起贴回来 黑的呢 贴 跳 你得煎下来 白得吃 吃一个提示线索你得粘上 这等于白旗彻底把 把这个 黑旗这一带给破掉 那么黑旗 黑旗在这走了 一二三 然后现在再把这个粘上 总算是把这块旗 把这两个子和这块旗 彻底都处理好 也算是各有所获 剪一下 挡住 这块白旗呢是活的 没有问题 跳 尝出来 尝出来 要瞄着白旗这里有一点薄味 糊 这不走被黑旗钻一钻的话 白旗是很难过的 相当的薄 糊 挤压黑旗的控 破黑旗的控的时候 自己 增加一些眼位 反刺 这个只能粘上 贴 挖粘是要点 这挖粘呢 给黑旗留下断点 同时自己做起一个 线索眼做起来 线索往下拐 往回连 开始冲 铺一下 把黑旗的气紧住 然后挡住 这个地方呢 黑的如果 如果挤杀白旗的话 如果来挤杀白旗的话呢 这大概是这样 白旗 利打都是先手呢 我们可以看成 黑旗这块气 是多紧住的 白旗虎 这个是先手 要不然靠死 黑旗不走的话 紧住气之后 靠死 所以呢 黑旗得走这个 那么 白旗虎 虎完了之后 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挤的话 黑旗要杀白旗 是只能粘住的 这地方充断 充断 有 有残留一些 黑旗残留一些问题 充断这个 黑的打白旗跑完拐 黑的被断进来了 这个 黑旗外边不够厚 杀白旗的话呢 缺乏条件 缺乏必要的条件 所以黑旗在这里拖 在这儿做文章 你如果傻乎乎的 跟着硬被黑旗 黑旗走到这个湖顶 你如果还很麻木的话 那当然就被挤死了 那白旗跳一下 这得打霜 我们刚才说的几段的问题 依然是存在 黑旗虎 好 虎完的话彻底补上了 白旗也虎补一个 有了这个虎补呢 黑旗挤不进来了 铺完 吃黑旗旗不归 白旗补活了 铐断 挡一个 白旗挡一个 做眼 这地方呢 黑旗气比较紧 黑旗自身的气也比较紧 这个 比方说 比方说黑旗顶这个的话 白旗挡 黑旗如果是要来破眼的话呢 白旗这一反断 让黑旗 让黑旗收气 这个 这个气收的 黑旗是可以快一气 没错 黑旗挡 可以快一气 收一点气 白旗挡这个就是将来有让黑旗收气式的手段 他在 做活的同时 木树要 木树要 把把劳 打吃也是相当大的一步起 打吃完了之后 中府这个白旗得走 否则都被吃进了 虎一个 黑的小尖 夹死白旗这个子 把白旗靠 连回去 翻一下 试试白旗应手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我先手粘 木树便宜 你如果断吃呢 我先手把这个提掉 等于你打吃了一下 让我提掉这个子 把你先扳 黑的如果断这个的话呢 白旗 一路扳也可以 一路扳 这个黑旗 黑旗只有打吃完打吃这个 将来收气的话 白旗可以一路 一路有所余力 或者白的走这个也行 走这个再点 白旗就先手连通了 黑旗得收气 白旗先手走到这两个连通 黑旗呢 黑旗呢不愿意 挤在这 靠 斑 连一下 这也是 断 断一个 靠断的白旗 确保这块的眼位 也就是说 当黑旗冲来杀白旗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字 你往这连的话 黑旗是存在什么 几段的可能性 万一黑旗这边将来 有所变化的话 靠断 这里可以连回 这打吃先手 唬一下 黑旗要挡的话 这儿还有眼位 白旗这块已经活得很确定 将来不管中间怎么样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白旗这块确定活起 打吃 吃掉 黑旗 横顶 先手提 换了之后 挡一个做活了 白旗做活了 会在那搬 白旗做眼 是活起的要点 冲 再冲 再冲 再冲这个的时候 白旗普通的 普通的感觉是把这个 沾上 把这个沾上的话呢 这旗也是火旗 黑旗如果来破眼 白旗 白旗就把这个沾上就行了 黑旗 这里铺大一下 铺大一下 站在这 黑旗各种的接不归 这这颗子是连不回去的 接的话 弃拳紧的话被靠死 沾这个也是火旗 但是呢 白旗粘在这 看上去这留个段 中间留个段 关子是不是亏损 但是呢 它将来可以加这个手关 把黑旗下边的木树破掉 你如果粘这个的话 黑旗挡这个是先手 白旗得做活 这样的话 下边的木树也不一样 所以沾这个关子并不亏损 长 下面就进入 关子大战 关子的争夺 双一个 受关的也不能只看木树 像这种地方 双一个看不出的木树 但是它把自己给下厚 咋吃 加一 尖顶 跳一下 贴 再加 白的底 黑旗觉得白旗中腹 还是有点薄 要借着白旗这个薄味呢 黑旗要争取 争取有所收获 顶了之后 这要打吃 这边要连回去 黑旗团在这 又防了吃 又不让你 又不让你好好连 现在走这个的话 黑旗断 冲不回去了 冲被黑旗断打 白旗虎 打吃 白旗单灌连 最起码黑旗 最起码黑旗 在这里稍微有一点木树的便宜 而且也把自己走得更厚了一点 之后 断吃 断吃有七木齐的 差不多有七木齐的价值 一路斑站 这个是个逆收 比较大的逆收管子 斑 白旗如果沾了黑旗 留下这个 黑旗就线手吃掉一颗子 横着冲 断吃 好 白旗先手连回了 之后 这个结始终是一个问题 黑旗一提价值蛮大 白旗下一步棋挺有意思 普通的感觉呢 这结是问题吗 我就沾上好了 沾上的话 脚上也是没事的 弃拳紧住之后 黑旗立的话 白旗吃这个也是活旗 那么只不过呢 黑旗这斑成为先手 斑是一个先手 白的如果不走 这边弃拳紧住之后 黑的一立 竞技独立 白旗得提一下 这斑本身价值不小 被黑旗先手走到 白旗不甘心 所以白旗是顽强地站在这里 站在这呢 黑旗这个斑变后手了 但是这个结的问题 依然没有解决 白旗觉得打结不怕 我不能被你先手扳一下 大吃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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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阿尔法维奇 刚刚横空出世 战胜李世时的时候 他还没有展示他打结方面 他的能力究竟怎么样 但是通过他后面的这些旗谱 你可以看出来 阿尔法不但是 不但是不怕打结 他甚至有的时候 感觉他很喜欢打结 这种地方不沾这个 沾在这个地方 打 打一下 他可能判断 单沾下一步打去不是劫材 我先把你打中了 连续的铺什么的 都是劫材 冲 连续 这地方黑器是接不归 提 冲 黑的 沾这个 然后再提掉 这是比较奇怪的地方 黑的 为什么先去沾一下 照理说这地方正常的下反 黑器保留这个沾 将来沾这个是一个劫材 然后再沾这个又是一个劫材 再提又是一个劫材 黑器先没有提结的时候 没有找劫材的时候 黑器先跑这沾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提掉 这个 这个应该是明显亏损了一个劫材 蛮奇怪的 而且呢 黑的 更让人费解的是 黑器先亏了一个劫材之后 这个也不沾 这个黑器沾这个是劫材 如果你不沾的话 被白器铺到一下 白器反铺是一个劫材 那如果被白器铺了 黑器岂不是在这一个地方就亏了两个劫材 我们刚刚夸完它爱打劫 瞬间亏俩劫材 这个这是 这个 莫非这两个劫材跟它的胜率的计算没有关系 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这个 没脑明白 而实际上白器这种地方肯定是 就劫材的角度 白器肯定是应该铺掉 这个铺没有损木的问题 因为黑器这个打赤本身就是先手 白器铺不损木 铺一个是一个白来的劫材 如果你不铺被黑器沾到 你这个劫材就凭空消失了 而白器也没有去铺 这地方双方的表现非常奇怪 白器找到利的劫材 黑的不硬被铺死 铺 铺 黑器还不赶紧粘 铺这个 铺 而白器这白来的劫材也始终不打 真是让人费解 莫非它的程序算不清楚 这个地方谁先走的差别 还是它觉得这一个劫材无所谓 反正按人的想法的话 这地方谁先走是总好的 总好 葱 俩 蘸上 提掉 挖 提回来 挤 提回去 这种地方千万不要贪吃 提一个被白旗沾上 以为舒服 其实木树亏大 挤着收官是对的 收官的同时 顺带作为结材 好了 黑旗挤完提的时候 白旗终于响起来 铺一下 提 被白旗铺了一下之后 黑旗响起来粘了 这一个结材已经溃出去 提回去 提回去 打吃 再提 挤 挤这个结材稍亏一点点 最起码白旗提回挤也可能是先手 而且挤了吃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挤完断吃在这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挤一个略亏 提 拖 拖一个找结材很细腻 这种地方不能随便扑 扑完再扑是两个结材 但是亏损 也就是说这方我们把它看成这样 气都紧住的话 黑旗这是需要补的 你如果去铺了再铺 黑旗不需要补 提回来 打吃 铺 接上 踢接 Y的踢 这时候黑器没硬 黑的再硬的话 白器这再铺还是结材 为了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不是结材 黑器没硬 踢这个 那么白器踢掉这个 踢掉这个有五目多 五目强一点的夹值 黑器现在再打吃 现在打吃白器 白器沾上 那么黑器在这 有两个结材 黑的现在如果消劫的话 消劫 黑器应该是输一点 黑器继续拼 本身这个消劫 跟这个价值的话 这个本身也大一点 确实 提 黑器如果提这个 被白器 提这个的话 黑器不太够 继续拼这个结 提回去 挖 铁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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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下 双方围绕这个截 就是争夺了 争夺了好多步 终于黑骑士提一个算 白骑粘上四木骑的架值 黑的提 打车 打车 黑的如果粘住的话 白骑把这个连上 把自己连上 这里再也一步骑都不需要补了 如果不连的话 白骑需要补一二三三步骑 所以这个打车 黑骑把白骑断开 价值大于这个四木 那白骑提四木 四木跟这个斑是价值是相等的 这个粘也是四木 这个粘呢也接近 白骑选择了这个粘 而不是半 不过这个选择 跟胜负呢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白骑冲 这是这盘骑的最后一招 白的冲在这之后呢 黑骑没有再继续下下去 而黑骑是认输了 如果挡住的话呢 如果挡住的话 黑骑的木数应该也是 就是略微的略微的差一些 略差一些 好 这盘骑在这个 在续盘的时候 白骑这点 黑骑反击的时候 白骑反肩冲 然后再一跳 这个清零的招法还是 还是值得回味 之后呢 黑骑在白方进攻他的时候 二路加 这机敏的一加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好 这盘相对平淡 但是也不乏精彩之处 好 那么这盘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